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3年 为了追思这场美国本土最大的恐怖攻击事件 美国在2004年开始新建911纪念公园 如今公园落成开放 一家摄影公司也特别把10年来定点拍摄的上百万张照片 制作成影片让大家共同见证911纪念公园 从废墟中成长的道路 2004年位于世贸双子星之间 占地16亿亩的911纪念公园 在一片废墟中开始建造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南北两座方形瀑布倒影池出现了雏形 周围也种上了绿树来美化环境 随着树叶绿了又黄了 黄了又绿了 911纪念公园的建造工作也日以继夜地进行 白天倒影池中的瀑布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零零 而在夜晚池中发出白光 再加上繁星点点的黄色路灯 为公园营造出静谧的气氛 历经十年 911纪念公园终于落成并对外开放 不但让人们有机会缅怀这段历史 也展现出美国民众顽强不屈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